好的 那我们今天开始讲肺经病变 呼吸道疾病 肺病及生命之权 那我们都知道 最近三年多来 把大家闹腾得非常辛苦 甚至让我们的经济受到重创的 这么一个疫情 实际上它的切入点 主要是肺部的感染 那么所以说新冠肺炎 跟这个呼吸道疾病有关系 那么这个呼吸道疾病呢 是我们可以说是在病变里头 因为我们的呼吸道 是跟外界直接相通的 所以是我们的身体里面 跟外部世界直接相通的 最直接的通道 那就是肺病 肺部 肺部 呼吸 而且这个呼吸道的疾病呢 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 就是说你去呼吸一口空气 这一口空气不是你能自主的 能够做选择的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身体还有一个器官 跟外界相通 这就是我们的肺部的 你吃的东西 你从你的也是从口腔 肺病是从鼻腔和口腔一起 呼吸进的空气 就可以让你的肺部得病感染 但是呢 跟我们的身体跟外部相连的 还有一个器官 就是我们的胃 我们吃的食物 从口腔进入 然后通过食道 到我们的胃部 所以胃和消化系统 这些跟外部也是相通 但是呢 我们的肺主 肺主气是呼吸 那么这个肺部是 你呼吸的空气 不是由你自己可以选择的 而我们的肠胃呢 是我们自主可以做一些选择 虽然有很多东西呢 你没得选择 但是呢 这个吃的食物呢 你还是有可能 能做一些自主的选择 比如说你 你吃一些organic的food 吃一些农场的food 吃一些你自己家里种的food 这些包括你在吃的时候 你是素食或者是 或者是其他的方面 那么你做一些选择呢 吃进去的东西 还是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 但是呢 肺部呢 就是你你这个跟外界接触的话 有时候你是 你的选择余地是不大的 所以呢 肺病呢 是特别难防 为什么 疫情的这个 这个疫情主要是 跟呼吸道 只要空气中能传播的疾病 那么它的难度 预防难度 就大了很多 比如说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知道癌滞病比较可怕 但是呢 癌滞病它的传播的途径呢 主要是通过性接触 或者是 其他这种 那种血液制品的接触 那么比较容易 容易感染 但是呢 其他的途径 就不容易 比如说 你在同一个巴士上面 或者是 同一起吃饭 这一些情况 都不容易感染 所以它虽然 本身很可怕 但是呢 真正的 你预防起来 是比较容易做到 所以这个 呼吸道的疾病呢 可以说是我们 防范的 重中之重 所以肺部的疾病呢 是我们 是我们要 特别的关照的 我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呢 他就跟我说 他的 他的爸爸 那么是 新冠肺炎 引起了 大白肺 和 大白炮 这两个呢 都是 所以他对 的呼吸呢 比较 窘迫 必须得用 用氧气机 制氧 然后才能维持 他的血氧状态 那么这个 就是一个 非常 非常辛苦的 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没有 一个足够好的 这个治疗手段的话 那么长期 长期下去 就是一个 一个非常 非常不可 不可 预测的一个后果 所以呢 就一定要有 比较 强有力的 治疗手段 那么我们呢 现在也给提供了 这个生命之权 希望他能够 尽快的康复啊 那么 这个肺部呢 还有一个 特点呢 就是肺部的 神经 神经少 所以在肺部 尤其长了 肿瘤癌症的时候呢 它 不容易察觉到 所以肺癌 一旦 确诊的时候呢 往往是 中晚期 所以这个 肺部的 肺部的特点呢 它就是没有 没有什么神经分布 那么很容易产生 肺部的这种 肺结结 或者是肺 小细胞肺癌 那么这肺部的 我有 我有好几个 好几个认识的朋友 他们就是肺癌 转脑 这个肺部的癌症 它特别容易 转到脑部 这个原理上 也不知道具体是 因为什么原因 但是呢 肺癌转脑 是特别 特别 典型的 就是特别容易 转到脑部 那么这个就引起 一旦进入脑部的话 那么这个大脑的手术 也好 大脑的 大脑的治疗 是非常 非常难的 所以呢 开刀也风险 非常大 所以 这个就是 在预防上面 要多加 小心 那么这个 肺部的 肺经的特点呢 它是主 呼吸 与治安界 直接相通 关键是这个 肺 肺 肺经的 病变呢 它与我们的 这个 因为 跟我们的 每一次的呼吸 都有 直接的关系 那么 在 有的 我们知道 我上次去一个 朋友的追悼会的时候 他太太就 太太就 就讲 这样一句话 让我感触非常深 记忆也非常 非常清晰 他就讲说 我们的每一次呼吸 在我们正常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不会去 在意它 也根本不会去 想到它的珍贵 但是呢 当你经历过这样一种 生理识别的时候 每一次 就是他的先生 在肺癌晚期 肺癌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每一口的呼吸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 无限的挣扎 每一口呼吸都是 都是非常窘迫 那么这个就是 就是 所以让我们去 珍惜我们 每一次的呼吸 当然我们 我们自己 在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觉得 呼吸好像都不知不觉 但是呢 当我们 当有的人 得了这个肺癌 或什么 这个肺病的时候 他们的每一次呼吸 都是非常沉重 非常的辛苦的 所以呢 肺阻呼吸呢 与自然界直接相通 所以它也特别容易感染 各种各样的疾病 那么肺阻一生之气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气呢 这个气呢 有各种各样的气 有这个氧气 或者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呼吸 那么这个 这个肺阻一生之气呢 我们的我们的血液 从我们的身体 回流到我们的 右心脏 右心死之后呢 它会把血液 输送到我们的肺脏 在肺里头 去进行交换 二氧化碳呼出来 那么氧气呢 补充进去 在肺里头 因为它直接跟外界的氧气相通 所以这样呢 在当你的血液 经过肺之后 回流到你的左心死之后呢 你的左心死 左心脏 左心脏 左心死呢 就会把这个 把这个血液 再输送到我们全身 所以呢 这个肺阻 对我们身体的 整体的这个 气 包括我们的元气 中气 胃气 所有的气 都是有 有这个 主导作用 肺阻一生之气 那么肺呢 又为水之上源 这个肺呢 就有点像这个水蒸气一样的 它会给我们身体呢 提供这个水的来源 就好像气化 进到这个天空 然后再变成雨 来滋润大地 所以肺为水之上源 所以肺跟大肠相表你 那么你的水 肺的这个水之上源 不够充分的时候 那我们大肠就会出现 变蜜啊 或者是变汤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代谢的问题 所以呢 肺又 肺作为滑钙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胸腔里面 所以呢 它是 我们需要去 宣肺化痰 当肺里头有 有痰 有湿 有急液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 宣肺化痰 然后呢 肺为胶症 不耐寒热 因为它与 唯一与 外界相通 所以呢 你在 在出去散步啊 干什么时候 这个 这个 寒也好 热也好 都会在肺里头 显现出 一个 一个病变 所以有的人呢 一到这个 寒气 空气里头 他就会咳嗽 或者是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燥热 他就会 也会咳嗽 有的人 穿衣服 多了少了 都会有这个 所以肺为 胶胀 非常胶嫩 特别的容易受 外邪 我们 风寒 鼠湿 灶火中的 寒和热 和灶 它都是会 影响到 肺的 肺的功能 和肺的 引起 它的咳嗽 什么哮喘 这一类的问题 然后肺阻皮毛呢 所以我们的 这个 这个皮毛 我们 我们的这个 毛孔 与外界的 这个外界相通 所以我们的 我们身上出汗 我们身上这些 包括我们的 身上的皮毛 皮毛 都跟这个肺 有关系 肺宣发 与塑降 肺阻 肺阻 圈发 然后还要 速降 肺的 主身又降 我们的肺气 一定要降下来 才能让我们 比较正常的呼吸 要是肺降不下来 那么上力 它就会 引起咳嗽 所以这个 是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让我们 身体的 阴阳五行 的通畅 和 我们叫 五行 相生 才能够 正常运转 如果它不能够 不能够降 不能肺 肺阻降 肺阻降 它不能降下来的话 那么就会 产生 病变 肺 还柱心 行 雪 我们知道 气 雪的通行 循环 往复 一致无穷 都是通过 气的驱动 气与雪 雪是靠气的驱动 所以呢 肺阻移生 之气 如果肺气 不能够 阻移生 之气的话 那么雪的运行 就会受到阻碍 所以我们一定会 产生 淤雪 这一类的问题 所以呢 肺 柱心 行雪 肺呢 还喜润 物灶 肺是 喜欢润 所以要 孕肺 是一些 润肺 化痰的 一些东西 对一些 有痰 有痴 有 这个 这个肺脏 有病变的人 要去 喜润 物灶 肺呢 通窍于鼻 所以跟这个 鼻塞啊 鼻子啊 我们的 我们的窍 是生于鼻孔 所以呢 我们的 鼻炎啊 鼻部的一些 敏感 都跟我们的肺脏 肺脉 有关系 好 那我们看看 这个呼吸道的疾病 跟我们的肺 因为肺是通过 呼吸道 进来的哈 所以呼吸道的疾病呢 我们简单的 给大家看一看啊 就是 阻塞性肺炎 支气管炎 小支气管炎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的 我们的口腔呢 我们的 我们的鼻腔啊 通往这个 气管 那气管呢 又分成支气管 小支气管 最后这些 这些地方呢 都容易产生炎症 因为它们是跟外界 直接相通 那么 还会有 肺气肿 孝喘 慢性 阻塞性 肺炎 支气管 扩张 绵层 绵层症 我们知道 这个有的人 谈棉花的 这些工厂啊 这些人特别有 都领绵层症啊 还有呢 就限制性肺疾病 restrictive lung disease 还有肺纤维化 fibrosis 还有肺结结 sacoidosis 胸腔疾液 chloral defusion 胸腔疾液 一般这个 一般肺部疾病啊 或者肺癌晚期 肺病 都会有胸腔疾液 我们那个 我们有 曾经有一个客人病人 他就是 每天从肺腔里头 掉出来 2000毫升的液体 这个是当时 病情非常危机的啊 然后过敏性肺炎 啊 食棉肺 asbestosis 啊 胸膜炎 这些疾病 还有 感染性肺炎 啊 这是因为细菌病毒 啊 微生物感染啊 上呼吸道感染 下呼吸道感染 啊 肺结核 啊 肺结核 现在都是一个 可以治疗的病了哈 以前这个肺脑是 不可治的时候 它就是像现在的这个 啊 现在的pandemic一样的 传染病还没有治疗 那么现在肺结核 是可以治疗的了哈 啊 肺健脂疾病 啊 啊 特发性肺纤维化 啊 啊 这个前面有了 陈肺病 Nemocleosis 血管性肺病 这是在肺部的血管病变 啊 肺水肿 Palmary endema 啊 肺水肿 或者肺气 有肺气肿 有肺水肿 还有肺 肺酸塞 肺动脉 高压 啊 呼吸系统 肿瘤 啊 这个应该在呼吸道的啊 然后肺癌 啊 还有一种叫小细胞肺癌 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 难治的癌症啊 好 那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的生命之权啊 生命之权呢 因为它也是可以通过口腔 啊 直接啊 输送到 我们的啊 这个这个口腔 通过口腔联膜 啊 有的人呢 甚至抹在鼻孔上 鼻梁上啊 鼻周围啊 它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这个 呼吸道的这个上呼吸道 有一些啊 接触啊 啊 有的人呢 是把这个生命之权放在 放在锅里头 用水蒸气去煮 白白煮煮之后呢 通过 通过呼吸 呼吸到肺部去啊 啊 这个也是一个就像 就像 精油一样 香薰啊 可以帮助我们的肺部 呼吸 啊 这也是一种 一种办法之一 那么啊 生命之权呢 它的这种抗炎症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肺部的感染呢 啊 包括肺炎 新冠肺炎 这样它的最终的啊 去破坏我们身体的最主要的一个途径 啊 就是产生 在肺部产生炎症 所以我们叫 啊 炎性风暴啊 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啊 这个炎症控不能控制 最后引起胸腔疾疲弹 啊 阻断了我们的呼吸 让我们的这个血氧降低啊 让我们的血氧降到94以下 90以下啊 就非常的凶险啊 所以这个这个炎症 抗炎症 抗细菌 抗微生物 抗病毒啊 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啊 它的我们 我们一直讲 它对我们的 这个细胞的一个保护 就像给我们的细胞啊 戴上了这个 戴上了口罩一样的 那么它在这些方面的保护呢 使我们的身体啊 的免疫力加强 双向调节免疫力 啊 调节肝脾肾的功能 所以为什么讲 这次啊 新冠啊 就是说去世的病人啊 往往都是老年人啊 老年人居多 那么也有小少少少少小孩 啊 中年人的啊 这个免疫力 比较正常的情况下 尤其是肝脾肾的功能 比较正常的时候 那么这个新冠肺炎呢 它是影响不大啊 当然它会有一些后遗症啊 影响我们的免疫力啊 但是当你的身体没有太多 过多的接触性疾病的时候 你受这个新冠的影响 还是相对比较有 比较有限 啊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之间 调节我们的肝脾肾 包括我们的肺和心肺的功能之后 那我们的机体免疫力提高 我们的抗病能力提高 啊 那我们就啊 我们的生成空间 生成的啊 这个几率就会大很多 所以我们啊 我们最近一直也在讲 就是说啊 在使用生命之权的伙伴中间 我们大家听说的这些啊 这些啊 病变或者是新冠啊 首先是得病的啊 重病或者是这个概率 降低了非常非常多 啊 所以呢 使用生命之权 帮我们调节这个肺部疾病 包括我们的身上几乎其他的 各种器官的一些病变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节帮助作用 好 看看我们的时间啊 哦 这十分钟吗 哦 二十六 哦 OK 好的 我们的时间呢 啊 到这里 啊 这个结束了啊 好 那我们这个生命之权 与肺经病变的关系 我们先啊 大致的给大家勾略一下啊 就到这里 然后剩下的时间呢 我看看我们的伙伴 软上线的啊 好 我们留一点时间呢 给大家呢 一起来分享啊 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 啊 见证 分享 可以 大家可以 举手发言 或者直接打开话筒啊 一会儿 呢 都 不 都 有什么 调子 这是 感谢 的 腹 我昨天通知发的比较晚一点哈 今天早上才发 所以可能大家很多人没看到我们的通知 我早上也是被闹钟闹醒的哈 所以我每次呢 至少我是有这么个 闹钟 我是今天 今天还有这个 还有 还有讲座哈 还有webinar 赶紧爬起来 收拾收拾 然后就上线 也感谢大家 能够在 尤其是Sara 从 这是叫 Calgary Calgary Admonton Anyway 你们那里是凌晨的早晨六点钟 五点多钟你就爬起来了 非常 非常 非常好的敬业精神 欢迎你 好 大家好 昨天晚上太晚了 所以今天早晨 我不是不知道有 我是真的是提晚了 我其实是七点钟醒了一下 然后不知道怎么又睡着了 这个八点钟对咱们北美的人来讲 还是有点早 尤其是我们习惯的这个叫 叫睡觉睡到自然醒 还一句话就不说了 这个这个还是比较 我们请啊请这个这个建筑是不是我们那个销售冠军 销售冠军对 没有跟我们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呀 他比较晒 不过呢他愿意分享就分享 我昨天呢 建议你好 建议你好 看你的话中打开了 你说到是说到我的名字吗 对呀对呀就说到你 老师你能不能开一下这个什么呀 你叫我老师 我就是在这块学了一个营养 你稍等一下建议他 那个销售老师能给我开一下吗 这个好了 OK 不好意思啊你继续 哦我就是做零售 我就是用像你们给的那些例子 告诉进来的客户 每个人进来我就问 先问问问题呀什么的 他们讲到什么 我就是给他们举个Fountain of Life的例子 然后好多人就这样买 然后他们当时不买呢 就给他们一个那个小册子嘛 就告诉他们回去看看 然后也有很多人回来就买 就是就是讲例子吧 虽然不是我自己的例子哈 但是我就说是我们就说 We we have a case something like that 就说这个整个公司嘛 这个例子嘛 都是大家就大家分享的嘛 我自己自己没什么例子 所以我就用你们 在这个什么视频上讲的例子 就是尽量的找那个 和那个客户讲的那个例子 他们的病状啊相似的 然后有的人呢就问我 你们那多长时间才能见到效果哈 我就给他讲一个 比如说两天就有效果的 或者说 比如说两个月就有效果的 你不用告诉他 多长时间有效果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就给他来那么一两个例子 他们就就比较相信吧 这块的 我发现这块的人吧 嗯 他会相信你的 就是说这边一般的洋人哈 他们对你是 你说什么他们一般是相信的 就说不会认为你在骗他 就这样这样的 所以还是挺挺正直的 这边的人 就是说 所以因为我们这个产品也是 确实有好处 哦对了 我父亲告诉我 他用了五天之后 他的那个 还有那个轻微的咳嗽 已经有两个月了 但是用了五天之后 那个 痰 痰就没了 咳嗽也就没了 所以还是挺有用的 也挺高兴的 而且他说 嗯 他的 那个 energy level 就是说 觉得体能 就变好了 这之前呢 总是觉得有点累呀 什么的 现在也不累了 所以这也是用了一周之后 就变成这样了 而且他还说 他的那个 就是上厕所 就是 那个stool 就比较硬 以前哈 现在呢 也变成 就是像条状的了 所以 所以这个消化 也变好了 所以挺好的 就我是 慢慢跟进吧 每周我问问他 会有什么变化 就一点一点来吧 就是 用的挺好的 嗯 你给的人越多 你就会收集到的 这一类的案例就越多 因为这个是你的 亲身案例的话 你说起来 更理智气壮一些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个才五天 我们有很多的 我们以前分享过一个 也是五天 就是五天的 慢性 慢性 咽炎 因为他是 他是 他是 他是老师 他有个职业病 就是慢性咽炎 十几年 二十年 从来都是要 讲话就咳嗽了 所以他影响 他的这个教师生涯 但是呢 他用了这个生命 他说每 前面用的五天中的 每一天 都比前一天好 这是我们以前分享过的 一个四川的 云南 云南的四川那边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朋友 他呢 就是跟我们讲 他这个 这个咳嗽啊 这种 肺部的这种炎症啊 痰啊 mucous 这些东西 都是在 一天比一天 健好 所以这个就是 当他们问到我们的 这种 就是说这种 好转时间 反应期的时候 有的人就是干天算 干几天几天 有的 有的像这种皮肤的问题呢 是干小时 啊 这个皮肤上有氧啊 蚊虫叮咬啊 或者是烫伤啊 这些呢 是干小时 有的是干分钟算 当然有的 比如说你要一个肿瘤 甚至这个癌症 要去把它削散的话 那可能是要用年 啊 多少年来算 所以这些呢 就是时间上来讲 根据他的每一个病情的 不一样 啊 所以你这个 有这么几 刚刚 我知道你国内的亲戚 刚刚才收到 所以呢 你已经有这个案例出来 如果你能分享到更多的 像你儿子那边 还有其他的地方啊 有这种亲戚朋友 让他们也都用上的话 然后他们给你的反馈 那你就更有 更有这个 第一手案例啊 你自己收到第一手案例 然后呢 你在你的 在你的店里头呢 啊 这些人 他们来 来重复消费买的时候 你认识他 你就问一问 哎 你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有哪些方面那些好的改变 给我们分享一下 或者说 甚至他在讲话的时候 你说 哎 你这个可以 可以帮助到其他的相似的病人 你能不能让我给你录一段 录一段音 或录一段话 都有可能 有个他有的 有的比较 比较open一点的人 他会说 没关系啊 好啊 我跟你说 就你就给他录下来 几段话 这样就是你自己 收集到的这种案例呢 就特别 尤其是这些 这些跟我们生意上 没有关系的这些 这些人啊 就是你的顾客 这种人给我们的 这种分享呢 特别的 会特别给力 而且你会收集到 各种不同的案例 啊 这样呢 我们积累的手上的案例 越多 我们再想到其他的时候 就会越 越有 越有 说服力 对 好 其实这个我们呢 参加公司的活动也好 参加会议也好 参加什么也好 其实看这些案例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而且呢 有的人他有一个 对这个有一个错误的认识 他就觉得案例是给别人看的 其实案例 第一个是给我们自己看的 我跟 这只老师 我不是这么多年 一直看这个 这些案例 这都是我们其实面对的 这个病人啊 客人啊 这个 没有这些的话 我们不可能 你就是说 这个信心 好像 我们信心不是说一直保持 我们的信心 一直在增长 这个是可不可思议的 在其他品牌没有做到 在其他品牌 我们是 刚开始的时候不了解 不信心这么高 因为大家又有 那么大的名头啊 然后慢慢的发现 这玩意儿 所以用了 就是你那个信心 就那么回事 然后慢慢的你 你发现这个产品的问题之后 你的信心实际上 在产品方面 你就会越来越降低 然后最后就是 就是所谓的 就集中到做生意上面去了 大家告诉你 别天天谈产品 这都是我以前的经历 但是在我们这个平台 从我们这个老板到 都是以产品为中心 这个公司很特别的 不像那个 我之前的公司 确实到最后 大领导就叫你 你不要天天谈产品 不要天天产品 像我们这种 中医背景 都很倾向于 就去谈产品 但是 那些所谓的领导人 天天告诉你 别天天就谈那个产品 就谈产品 要谈生意啊 这是人啊 钱比什么重要 钱比命都重要 这个东西 在这个公司 真的是不发生 这样的事情 这真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另外一个 我们这个案例啊 也实在是 产品呢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 它的本身 它零售价就不高 第二呢 它的利润并不低 这个很奇妙的 我们公司就有这么个产品 你到其他公司 你给我找一个 这个绝对价值 就是说零售价并不高 还有零售利润的 而且还不低的 这样的产品 你去找一个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而且那个 这个就不细讲了 讲过很多次 而且这些案例呢 就是说随时随地的 都是我们身边的人 一个家庭 你看 您刚才讲的 这陈刚才讲的 他爸爸 这个痰啊 这个就叫什么 咳嗽啊 这是很普遍的 包括炎炎 就是我们随便 现在有一个 这历历是成都的 在那边 应该很清楚 那边那田茂局 是老师 天然的职业病 就是职业病的 不是天然 职业病 炎炎 用了就很好 那山小梅 导游 也是炎炎 用了就都挺好 这样的效果 其实在 而且这么一个东西 又能内服 又能外用 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 案例的收集 还有去听 参加这种活动 听各种声音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呢 是让自己信心十足 然后再说别人 这是 还有像 他这种的 就为什么 他就是做零售 比较成功呢 这个在国内的人 就说了 这东西不能上货 不能放在架子上卖 我们没有人家有优势 所以加拿大可以放在 架子上卖 其实你不知道 加拿大放在架子上卖的 都是什么样的人 不是什么人 都会放在架子上卖 这个东西也是 我做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才知道 是什么回事 你知道不是很多店里卖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看 为什么有好多人就说 开店要选地址 选地址的第一个方面 就是吸引客流 但是他开店 因为我没有开过这个店 我还真不知道 结果一样 后来那个开店的人 有几个人 他说他不卖这个 我就 后来他跟我说明什么原因 现在我就知道 为什么进 他可以卖的比较成功 别人不行 因为呢 他们开店的人 经常有一个倾向 他并不愿意开口 跟人介绍这个产品 不愿意干这事 而且尤其是 你比如说 他是一个老板 他不是现场去卖东西的 他雇的是店员 这店员呢 就更不愿意干这事 这些店员呢 如果站在这 别人来买东西 人家要什么 我给他什么就完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些东西呢 那个老板也说 我们这就卖那种 那边打的大广告 谁都知道的产品 来了到你这店里 我就要那个牌子 那个东西 卖这种大陆货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种 这个店员也好 老板也好 他们这种人呢 他就坐在那 他不愿意去跟人家 解释这个东西 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 现在我就知道 这个区别了 像Gin 他跟他们的区别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你 对 所以你 你不管你是有店 还有没店 都是 还是我们公司的 这个 最根本的 你要去跟人 share 去跟人分享 你要去跟人说 你如果少了 这个环节的话 你放在那 因为 因为 这个公司 没有把钱 付给广告商 付给这些 打广告的 什么这些 没有 没有 没有做这个工作 他把钱付给你了 实际上就是让你 去做这个工作 但是你不肯做呢 当然你就 也就赚不到这份钱 然后你 你肯做的人呢 就是赚这份钱 确实是这个东西 而且你一做呢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 真的是 就是我们越做越觉得 不可思议 这个 像我这个 今年的春节 我这坐过的 可热闹 可热闹 所以中国人 外国人 一大堆 然后来了 你看我家 花呀 什么的 然后走了之后 还跟我 发这个email 我昨天给大家 发了一遍 这email 刚才建议 说他父亲的体能 这个也是的 这英文的这个东西 这是老太太 77 不是去年 77 今天应该算 应该有78了 她说什么呢 她说的 就是她是非常的 这个人呢 她就是 也曾经 听 她吃的其实挺好 刚开始呢 吃的挺少 但是呢 后来她的弟弟也说 这个东西是 是这个什么 庞氏骗局 儿子也说 这个东西就是 这些人呢 就是理所当然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公司 也并不了解 这个产品 理所当然的 就瞄一眼就说 你是这个东西吧 我们现在确实 有这个这个挑战 都是这个样子 不是说 光是中国人这样的 外国人也是一样 然后呢 他还有一段时间 他不吃了 他不吃了之后呢 体重就开始增长 他本来是减了肥的 他减肥之后 就是他 他加量 他 我从头可以说一下 他这个案例 这个叫Maryland Maryland 多伦多这里 他是收养 是我们那个韩国的 会员的朋友 那个他呢 是应该是 2021年 或者是2020年年末 或者2021年年初 收养 卖给他一瓶生命之权 然后他因为他以前 中过蜂 那个时候中蜂都两年了 就是两年前中的蜂 他用这个东西呢 他没怎么用 然后一直到六月份 他才用 就是说就好几个月 他可能搜养 跟他说 你用啊 你用啊 他用了 他开始用 然后他一天用一滴 一天用一滴 就一滴 你想这一瓶用多久 一直用到 用到年底 这一瓶还没用完呢 但是呢 你要知道 他自己没有任何感觉 大家知道啊 没有感觉是 没有感觉 不等于没有变化 结果有一天 他收到了这个 就是咱们加拿大 那个咽血的 那个 那个实验室 那个LAB的电话 他说 我不是挺奇怪啊 我这辈子都没有听 也都没有收到过 这个咽血 跟LAB的电话 可能是他的 他的医生啊 跟那个 那个也有联系 可能那个 然后说什么 说你这个中风之后 你现在这个血检的 报告的效 那个结果是非常非常好 说的你这个怎么 然后他之后 就去看那个医生了 说你这个是特别好 然后说的你 你用了 医生是一般 他不打听你 到底干了什么 因为医生 其实他了解的 除了他这个行业之外 别人也用别的东西 但是他不想 因为行业有竞争嘛 而且他们有行规 而且他这个医生的执照啊 他也要要考虑 他不能乱 所以一般医生 他不问你用什么 他就说 你现在用什么 你就继续用 你干什么 你就继续干 这是这边的医生 通常说的话 然后他就想了 想了 我干什么了 我就多 我就吃了这个东西 然后 然后他就仔细的看了一下说明书 说明书让他们说这是十滴嘛 然后他就吃十滴 这样 结果过了两三个月的时候 苏洋把他送带到我们的会场上去 他听我们说的时候 尤其是有一次我讲完了的时候 他说你们说这么多滴 他就问我 他说你吃多少滴啊 我说我吃一天吃八十滴 而且我告诉他为什么吃八十滴 因为科技家建议 每个成年人呢最好 最佳量是吃一百毫克木分素 八十滴呢就是一百毫克木分素 然后他说 哦他说那我吃的少啊 我说你吃多少 他说十滴还是二十滴 这个我忘了 反正是比较少 我说你这个年纪呢 你可以多吃一点 你还是中国风的 也多吃一点 我并没有说别的 他也没有说他有什么别的毛病 他当时并没有说 然后他说那我就加量 然后他就一个星期 就是回家他就加量到四十五滴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结果这个一个星期之后 他说哎呀 他说这个我真的之前不知道 这个量有这么大的变 他以前吃一滴吃十滴 他没有什么感觉的 只是这个化验结果好 但是四十五滴他就有感觉了 他说你看我这衣服 他就撑着衣服 他说我就这一个星期 我体重减了好多 你看我这衣服 我这些衣服原来都是紧贴在身上的 你看现在这样了 就是说我现在衣服 基本上好像小了一号这样 而且他说我上下楼都轻松多了 所以昨天他的email上给我写的是说 跟你念一下啊 他说那个 他说我正在痊愈 因为他又停了生命之权 然后呢他说呢 我越变得好 我就越意识到我原来有多不好 就说原来有多病 就是有病 就刚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我去咱们公司上楼的时候 用了好长时间 就他体能不行嘛 而且他还有关节疼痛 他现在体能就是身体变得轻了 然后体能增加了 上下楼比原来要轻松多了 另外一个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脑子比原来好运了 他说我现在不怎么忘事 脑子而且 also think more clearly 就是说我的脑子比原来清晰了 他那天来他就说这件事 他说我刚才记得我以前的记忆都不好 他说你看我就我拿这个包 你说我都不知道我以前 我这个包同样的包 我买了仨 他说我 就我能不能买这个包 我特喜欢这个包 可是我前面买过俩 我都不记得 我又买了一个 他说你看我这个包我有三个 他说因为我记忆力不好 他说我现在就觉得 我这个脑子清醒了好多 你说这是七八十岁的人 你看78了 这样的人 另外一个呢 他是 他的这个 他贫血 因为他缺铁 缺铁的 那个指标 正常应该是120以上 结果他是55 后来就吃生命之权 他到88 后来到120 120的前提 还是 还是这个 医生把他原来吃两片铁片 就铁 那个那个 这个 铁的 减成一片 减成一片 他还能到120 是正常范围 但是是比较低的 就是低端 那医生说你 你不用三个月来看了 六个月来看一次 你呢 什么时候长到150 你就什么都不用吃了 就是不用吃了 但是因为他这段 就是前面这两个 这几个月 他不是听人家说 你这是庞氏骗局啊 什么的 他不吃了吗 不吃了 他没有变好 但是检查的结果 还是一本案 他最近都在吃 又开始吃了 这个人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案例呢 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个 这些人呢 都是可以走了 又回来这样的 没有哪一个人 对一个产用户 对一个产品 这么留恋 说不吃了 又要回来吃 那这个很少见的 一般的人 对产品不吃 就是不吃了 哪有还来来回回的 我们这个产品 很多人都是 哎 由于什么原因 不吃了 然后想想 哎 还是这个东西比较好 再吃回来 都有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海门老师 分享 那这个刚才 像建议 分享的 这个爸爸的 这个咳嗽啊 体能啊 上厕所啊 这些实际上都是 都是说明 他的身体的一个 各方面的改善 这还才 才五天的时间 尤其是上厕所 是说明 他的这个肾功能啊 这方面 这些都在 都在改善 所以这都是很有意义的 体能啊 包括这个咳嗽 咳嗽啊 痰啊 痰啊 这些痰实际上 也是肺上的预堵之后 引起这个 这个血氧的供应不足 那么你也会引起 体能的下降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很好的一些 变化特征 从这个零嗽的角度来讲呢 其实我们 就上个礼拜天 前天 前天晚上的一个 叫Sin Vincent Sin Vincent 一个小岛国 那么这个岛上 才11万人 那么这个人呢 在那个地方 他就从10月份到现在 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 他卖了57平 这个小岛上 总共才11万人 他在那个地方 他能卖出来57平 这个对他来讲 是一个奇迹 因为他小岛国上 我们都知道 他们的这种 这种完全靠旅游啊 这种资源特别匮乏 收入特别低的地方 他能卖出来57平的话 这样对他的收入来讲 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这个是 所以他把它当个生意 做的时候 他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像 刚才我们建议也说的 就是我们很多的店里 都对这类东西 好像 哎呀 你这都不是 好像不是大牌 不是名牌 不是什么人 都在找的东西 所以我不 我不愿意去carry 但是从街银的角度 我上次跟他交谈 交流的时候 他就说 哎 我这个是我自己的生意 我一个产品 能够卖个几十瓶 或者上百瓶 那如果是能做到这样的话 那这一个产品 足够让我 付掉我的房租 付掉我的水电 付掉我的这个 一部分 所以他对我来讲 特别重要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 我自己的生意来做 而且呢 要是做的再好一点点 我就可以把我的店都关了 那么这就是一种 完全不同的世卫方式了 帮你 你自己作为 作为主人 主人公 作为生意的 这个主人 你来 你来控制你的 生意的发展方向 别人的产品呢 人家来 来来来 来找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会是 一种心态 他是 我 我找什么 我要什么 我拿什么 但是呢 他今天从你店里拿 他明天从别的店里拿 那因为 也不一定来锁定他 但是这个生命之权呢 你给他介绍的时候 他成了咱们的回头客 他今天拿两瓶 明天发现特别好 他拿四瓶 甚至带着别的朋友 分享给别的亲戚朋友 那么这个人 慢慢就成我们 稳定的顾客 这个就是 甚至将来 他要是有机会的时候 甚至让他成为 我们的经销商 那么他主动的去推广 他也可以挣一些钱 或者挣一些commission 所以有时候 我在我的店里也这样 哎 我说你 你带一个朋友来买这个产品 我给你一点优惠 或者我送你一点产品 或者我给你 我给你 你带两个朋友 我送你一瓶 或什么这样的 那你就给他一点 这个叫我们叫 incentive 让他能够带更多的朋友来 因为这个产品这么好 他开口 所以说 他的资源就是我们 另一个窗口 所以这个 这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呢 我们主动出击 就让我们有 有主动的收入 所以这个 这就是说 我们这个产品呢 他的 他本身的魅力非常强大 所以这个在 尤其在肺部方面 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新冠疫情 这个 这个 有的人像我那个朋友 他就是 他就自己主动的找上面来 他说 Henry Henry 你的这个产品里头 哪一个产品 对新冠肺炎好 我 他爸爸就是这个 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能够提供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现在 现在医生是拿他没办法 要么就割喉 要么就怎么 这个都是 都是这个 这个ICU抢救的手段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 生命之权 能够能够 能够帮助他 那我们 我们就有这种信心 昨天晚上 我在跟我们另外一个伙伴 交流的时候 我说 我们这个 我们星期天的晚上 在会上分享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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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t 是百民老师的一个 一个下线朋友 那么他的太太呢 Cassie呢 她是 暖潮癌晚期 然后呢 就是做了手术之后呢 要放疗化疗 她拒绝放疗化疗 那么她 但她的那个改医症 系数指标非常高 是538 然后她用这个 生命之权 用了两个月左右之后呢 她现在的指标 降到了14 正常是1到37 所以她特别开心 她的这个 另外呢 她的肝上的三个指标 三年多以来 一直都非常高 那么她用了这个 生命之权 两个月之后 她现在的这个肝 肝 白胺酶 这些指标 全部降到了正常 所以像 像这个 我说我们这个产品 能做到这样 后来我跟这个 昨天晚上 跟这个朋友分享 她说你 你的这个 你说的这些话 跟我 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案例呢 我们就说了一些 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产品 做了信心 这个朋友就说 你的信心 跟我们的信心 是有很多差距的 还有我们 还更不了解人 它的差距就更大 所以人家就听你的话 就像 就像天方夜谈 像在吹牛一样的 所以我说是啊 这个信心的建立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我第一天 第一天 结束了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只是说 我选择相信 Renay给我说的 这个产品的功能 功效的十分之一 我说有十分之一 这个功效 我说这个产品 已经足够好了 那么我后来就是 从这三年多 接近四年的时间 就一直在去验证 每一个方面 而且这个每一个方面呢 都给我的这个 信心的增长呢 每天都在增长 所以这个 这个当我们 说出话的时候 你的底气 你会很足 虽然人家会听起来 觉得觉得 好像不可思议 或者说 不可不可信 完全是不可能 但是呢 我们知道越来越 这些不可能的 都已经都变成了可能 就像 就像这个 百民老师 今天在群里分享的 三个不可能 变成了可能 这样就越来越多的 这些 这些不可能 变成可能之后 你的信心的增长 就会更加的 更加充分 这个百民老师 这件事 其实跟大家 做生意 这个角度 再说一下 因为 说实话 我看案例 看的多了 听案例 也听的多了 那天百民老师的 那个Kurt 在英文zoom上 分享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 他是谁 而且我还以为 他是一个 反正就是一个 一般般的客户啊 什么的 或者是一个 反正我当时 没有太当回事 或者是 一个一个新的会员 刚刚接触这一行的 我没有觉得怎么样 但是后来 我听他的案例 哇塞 这个这个 这个卵巢癌的案例 这是一个 一个最 一个更典型的 一个出来 之前有一个卵巢癌 这个乳腺癌 的这个案例 英国的那一个 就是 很出来分享的 那个两天用一瓶 那个那个很典型 但是因为 那个不是我们 自己的会员 还是有一点的距离 那个这个 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这个会员 我们最近的 这一批会员里边的 他有这样的案例 他是相当于 他一天吃酒馆 相当于三天吃一瓶 所以这个就对那个 乳腺癌 这个子宫癌 这一类跟荷尔蒙有关的 这种癌症的人的一个 就是 这是一种指导性的 一种用量的方面 能说明很多问题 这是一个 这一方面 这个案例都很大人 包括他的 肝工程的改善 这个东西都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这个当做客户 就听了听 就就觉得 这是又多了一个案例 但是其实我们这行 最还有一个 更奇妙的 关键的地方 就是我们很耐心的 做这些客户 一个一个做 客户他就是客户 他可能不一定 有多大的能量 去给你扩张那个生意 或者他主 没有这种主动性 或者这种动能 但是不管怎么着 我们是用产品 影响这么多人 但是我们这个生意的特点 是你在这么做的过程中 你的客户群力 会出现一些 很能的人 或者是眼光 比很有眼光的人 或者是比你更能干的人 这个 这个你就说 你比如说像我 我找到几个 你不要说 我还没你 就有的人就觉得 你特意幸运的 你出门就找到一个 我们不是出门找到一个 我们是要这样做 若干个月 甚至一年 两年 三年 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 比较能干的 再找到一个 更能干的 再找到一个 也这个 我觉得这个VRAC 就是 又能干 又懂行 然后他用了 他劳工的效果 那么 就是他不可思议 他就对这个产品的 信心 就爆棚 因为他这是他家里亲身的经历 然后这个 Kurt也是一样 我后来发现 他是什么人 之后 我就特意翻了一下 他的这个 后台 这个注册的资料 他其实是 网络营销里边的 行家的 做了 好多年 然后呢 在他的夫人 这个癌症身上 这个产品有这样的效果 然后他是我们的会员 这个你就 这种人 他可能就是 你这个小团队的 一个提报点 他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百明老师这边呢 就就有一个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 指的变化 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就是爆发的一个 开端就有了 这个生意的很奇妙 他就是这样的 你的客户 你努力到一定程度 你就会有这样的人出来 这个这这都是 对你 然后你的生意 就会上一个台阶 然后你再继续 继续找 还会有这样的人 就跟 就跟那个说 这个说是 我甚至老是 我们老说那个什么 抓牌一样 抓大小王 你带没事 你在这些 客户都是很珍贵的 但是呢 做生意呢 就确实有 更有影响力的人 这些客户会出来 不是这些领导力 有领导力的人出来 比如你大王小王都会出来 有大王小王出来 你的管理就更有活力 所以我上一次给 给那个 给谁啊 我忘了给谁 做了个比喻 我说这个厂 给收养 我说就相当于一列火车 这个火车上有各种 不同的车厢连起来 每一个人 这里这里车厢有车头 你在这些车厢没有动力的时候 你车头要有动力 我是当我自己 是我自己团队的车头 这也是你 你刚开始 你要拉着这些人走 但是呢 这些这些车厢出来之后 你要知道 有的车厢 它是自带动力的 或者这车厢的动力 比你还足 那有这么极限的 一起的话 就可以拉着这个车 往前走 这中间有 没有动力的 那就做个客户就算了 还有这个动力 也有也没有 一会看人家有 他就有 看人家没有 他就没有人 这样的人很多嘛 他这个 这还有自带动力 还有比你更有动力的 这样大家组成 一个车厢 就一列车往前走 这个声音像这样的 但是关键是你别下车 你下了车 这列车就跟你没关系了 这个是这样 另外一个 我又举个例子 做声音的角度 刚才那列车 是比喻这个生意 做生意 做这生意 跟挖宝一样的 就说有的人就说 哎呀 坐坐坐不下去 说说 那个谁谁没坐下去 怎么怎么没坐下去 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跟你 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些案例 还要看这些 所有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一个 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增加你自己的信心 你要知道 你拿这个东西 不是说光是卖给别人 而是你要对你自己这个东西 有信心 你有信心就跟挖宝一样 那你为什么有的人挖着挖就走了 有的人一直在这挖 有的人挖到 有的人没挖到 为啥 你如果说 你知道这个地方 这底下一定有宝的话 你说你呢 你还有什么好说 还有这抱怨 那抱怨 还有这些事吗 你不是一定要把它挖出来呀 但是你信心到了那种 你就知道 或者你的眼光到了都可以 你到这个地方一定有宝 你就一直 那如果人要知道 这地底下一定有宝 他想什么办法 他都把它挖出来 这个 但是你这 又来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因为今天在 明天不在这种人 是吧 因为他都是信心不足 他不知道 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宝 他没有信心 一定在这个地方能挖出宝来 这个那样 这种信心呢 你要怎么建立 就是你第一 要用更多的人用产品 第二 你必须跟公司在一起 必须跟团队在一起 跟这些正面的人在一起 你不要用那些 有的人呢 特别有意思 到了一个公司之后 上面台上讲的什么 或者是什么 他不听 他一定要找身边 这个你新来的啊 你说的怎么回事 你发现我发现就是这样 那怎么回事 怎么 你要知道这些新人 他往往他传递不了正面的信息 基本上没有什么正面的信息 就算所谓的正面的信息 也是行行户户户的 因为他不懂嘛 或者是有的人在这里 就他自己就没有做出来 他给你的信息一定不是正面的 有些聪明人 他都会找 我要找这个成功的 找这些人 所以你找一个行业的人 你跟他讲话 你找一个根本就不成功的人 你想在他那儿得到一些正确的信息 有的人就是专门觉得 你一定要有负面的 才是真实的 这个是个很错误的概念 那当然了 那个 你就看大家怎么看 我是觉得是 你要想成功的话 你从那个失败的人身上 你是不会得到任何成功的经验的 因为他就没成功过 这个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吧 所以你这个信心的建立 要怎么建立呢 你得跟那个方方面面 跟这些 就是得到 就是一些正确的信息 建立你的信心 然后你才不能把这 保丢了 就是这个意思 刚才建议提到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说 店里的那些客人 那些洋人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弯弯心事 就好像说 你是想方设法来骗我呀 那他比较愿意相信 我们说的话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是一个 这边一个特点吧 就是说这些 老外呢 他相对来讲 心事比较直来直去一点 你说什么 他愿意去相信 我们这个华人朋友呢 我们是有一些人 他事项比较复杂一点 你像这个 在我们这个诊所里头 我们做一些检测 什么 洋人呢 他哦 是这样的 哦这样的 我要这样做 那你教我怎么做 都是这样的 中国人呢 一去 你说 你这跟你准不准啊 说的对不对啊 就这样的 那他就不相信 或者说他身体没毛病 或者说怎么样的 这样就比较难治一些 这些人的问题 就难解决一些 所以这些我们 我们有一些 我当时记得在 在之前那个公司 我一个国内的朋友 到了这个 不是在香港 结识大学的时候 他去了之后 就他说 我不跟你们 这些团队中呢 或者这个领袖 讲 跟他们的交流 我怕受骗 我偏偏要跟那个 基甲嘎拉的这些 这些坐在桌上的 其他不认识的人 跟他们 跟他们交流 我知道他们不会骗我 那一定要是这样去 这心理上 很多人是这样的 在我们华人 这个问题是 所以呢 大家都好像觉得 自己比较聪明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 这个答案 但这样呢 就走很多弯路 有时候 尤其真的是个好的东西呢 他会要走很多弯路之后 他才能建立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不是 一天两天能建立的 但所以你发现 这个老外有的他们 他们的信心建立 还比较快 他一下子 他觉得这个产品 真是好东西 三天两天 几天几天 他就能把信心 慢慢地就提升起来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所以 我们可以多做一点 这个 西人的市场 如果你有这个资源的话 我看到这个 Sara Sara 不知道你最近 你家里人用的情况 有没有 有没有 什么反馈 我根本没看见Sara 小吴娟 方不方便 不方便 今天我们的时间 也不早了 九点多钟 我一会在办公室 还有个约 大家有没有呢 我们就今天的时间 到这里结束 好 你知道那个 微软 好像我出门 就找到这么一个人 然后微软 找那个护士呢 大家以为 哇 他刚好有那么个朋友 不是的 微软 跟那个护士 一共 他认识了 有十天 那个 你要知道 他这个玩意吧 你就是有一种 相惜正面信息传递 他有这种相惜法则 你首先 你得 你自己要有信息 你去跟人家讲 然后你才能找到这样的人 你的 你的所有的 你谈话的方式 你的信息 你的一举一动 你散发的那个磁场 那个气场 你就吸引这样的人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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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护士是一个 更能干的人 我跟他见过面 我是知道 这个人是一个 更不得了的人 而且我们 我和塞志老师 都以为他们是老朋友 不是的 他们互相认识 不到半个月 也很奇妙的 所以我就说 我有时候我就觉得 哎 我说天上 你看我努力 这么长时间 哎 天上就掉下来 这样的人 然后这个人 马上又掉一另外一个人 你到一定程度 你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嗯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到这里 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星期三 明天早上是英文的 早上八点 后天晚上是中文的 晚上八点 然后我们星期天晚上 八点钟 还有我们自己小团队的 唯一 礼拜四的晚上 我们还有 我们是我们的 哎 礼拜四晚上 我们是有party了 那我们礼拜四 是不是取消一次 中文的 星期四晚上 开不了中文的 我们要开 今年 我们要开party 对 那个可能party 一弄就弄完了 那礼拜六 我要带去 二十多个人 我觉得这 这一次 我第一次参加 晚会的时候 带了几个人 我想想 我一共我想 那时候我就带了 收养 带了